每个世界都有它各自的史莱姆 非常弱小 随便一碰就会死 不分性别 倚靠自体分裂进行繁殖 有的史莱姆在意识节当魔王 有的史莱姆被端上餐桌 美食大师邦乔 游历各国品尝美食 什么油炸鱿鱼 卤煮蝗虫也就算了 这次端上来的食物 居然是一坨史莱姆 史莱姆一旦被撕开表面的薄膜 体液就会全部流出来 并不会留下完整的尸体 更别提直接拿来吃了 这是邦乔从一个小部落中学到的技巧 用棍棒等武器 在不破坏史莱姆表面的基础上 击碎它体内的核心 破坏了核心后 史莱姆体内的液体 就会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凝固 此后两小时 就是QQ弹弹的最佳食用状态 邦乔将史莱姆面团切成长条 放入开水中 一边熬汤一边炖煮 形似乌冬面的史莱姆面条 就新鲜出炉了 像马尝了一口 发现意外的很不错 完全没有腥臭粘腻的感觉 吃起来Q弹清爽 汤汁也非常鲜美 舌尖上的异事件美食节目 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居民们纷纷请愿 播出续集 卢主蝗虫也成了像马的办公小林佐尔 马尔库斯自愿将宰相之位 让给哈克亚 自己留在宫内担任顾问想清闲 而哈克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像马休息 领导不下班 员工也不敢休息 为此他尽力调整像马的日程 将今天空了出来 让像马趁机出去转一转 这次的主要目的是向其他人 宣告国王正在休假 所以像马想躺一整天的愿望落空 他得以一种下属都能看到的方式 享受休假 还可以顺便和利西亚约个会 增进感情 护卫就由艾夏担任 像马找到利西亚时 他正和艾夏在城堡里比武 女人打架 那叫一个凶猛 生怕这两人把城堡给拆了 像马赶紧上前阻止 并提了要和利西亚去接上约会的事 艾夏提议 可以去森林一游 但可惜 休假时间只有一天 到神户森林单程也要三天 而且 他不是已经教给精灵 监法的方法了吗 艾夏有些失落 因为族中有一些顽固分子 认为黑暗精灵 是森林的守护者 不能砍伐树木 所以监法行动 推进得很不成功 艾夏觉得 还是要向马亲自出手震慑 向马答应他 腾出手了就去 现在要拜托艾夏 带着他们的护卫 虽然两女一男的约会 多少有点奇怪 但这不是怕遇到什么危险吗 而且这也不算约会 只是去街上随便逛一逛 这个说法 让丽西亚老大不乐意 三人换上校服 伪装成君小生出游 现在当然不能叫陛下了 向马就让艾夏 叫自己的名字 伊野 丽西亚奇怪 向马的名字 不就是向马吗 向马这才反应过来 这个国家和欧美一样 名在前 姓在后晚 公文上已经认定 她的名字 是伊野向马了 艾夏问向马 自己在她的心中 是什么形象 向马直言 让人幻想落空的黑暗精灵 对艾夏造成一万点伤害 三人在街上逛了一阵后 艾夏肚子饿了 于是 来到珠娜工作的咖啡厅吃午饭 向马见到珠娜 就自称自己是丝绸批发上的继承人 而珠娜也很聪明地 就着她的话说了下去 店里也上了史莱姆乌冬面 很受客人的欢迎 毕竟最近粮食短缺 能有这样便宜的食材 再好不过 向马对珠娜的温柔态度 让丽西娅有些吃醋 和漂亮大姐姐说话 谁能不紧张 向马让艾夏不要边吃边说 结果她还真就埋头吃了 第一次见到艾夏的时候 见她敢于和向马直接谈判 珠娜本以为她是个女洲豪杰 现在简直就是形象全无 艾夏也很委屈 她都向向马献出了自己的身心 难道一直没让她事情 是因为她吃的太多了吗 向马头疼 艾夏怎么又扯到这里来了 况且她有婚约在身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啊 此话一出 在场的女性都惊到了 向马这才知道 这个国家是允许一夫多妻 和一妻多夫的 毕竟如果一夫一妻 万一出了什么事 家族就会绝后 前代国王之所以没有其他妃子 是因为她其实是入赘进来的 丽西娅的母亲 才是真正的国家掌权者 如果向马没有继承王位 王室的继承人就只有丽西娅 最终还是要招人入赘的 如果向马愿意 她多招几个妃子也是可以的 丽西娅心里当然不情愿 但她同意 包括她在内 向马可以有八个老婆 这个国家实行八天一周制 每人正好能独占丈夫一天 当然一起玩也是可以的 好家伙 这话题越来越奇怪了 就连向马都不由得越想越歪 临坐的一生不行 突然换回了她的意识 埃尔国王的总兵力约十万 卡麦因公爵麾下陆军四万 沃达公爵麾下海军一万 把卡斯公爵麾下空军一千 不过据说一龙骑士一人 可抵陆军百人 此外还有以禁卫军为中心的国王直属部队 三公爵之外的贵族私兵 共四万构成禁军 剩下还有从拥兵国家泽姆雇佣的拥兵部队 也归入禁军指挥 但目前已经解除契约 毕竟像这种仅凭利益驱使的拥兵 容易被更大的利益诱惑 背叛缘故主 对君主来说 没有忠诚的武装力量 有害无力 禁军数量少于三公爵麾下部队 这种现象也和建国理论有关 这个国家本身就是由诸多种族聚集而诞生的 虽然尊人口最多的人族为王 但为了保护其他种族的权益 海陆空三郡的统帅都从其他种族中选出 这个体制是为了防止当人族诞生暴军 妄图迫害其他种族时 强于禁军的三公爵军队能够与之对抗 乍一看是非常完美的体制 但这种正出多门的政体 时常会对国家形成掣肘 对于这次推进改革的召唤 三公爵默契地毫不作声 在这种情况下 被强制修下的国王向马 在咖啡厅遇到了一对军队出身的小情侣 红发青年是迷门马古纳家的嫡长子哈尔 在军校就以勇武著称 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陆军 妖狐族的少女小枫 是隶属禁军的魔导士 小枫正在极力劝说哈尔 不要前往卡麦因公爵领地 卡麦因和国王不合众所皆知 最坏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发生内乱 他父亲也是害怕这个 才把他叫回来的 哈尔对自己的父亲很不满 明明在卡麦因公爵麸下效力多年 却因为害怕卷入与新王的权力争端 而退役回到了王都 哈尔热血上头 一心想要上战场建功立业 认为父亲就是个胆小鬼 小枫看得很清楚 卡麦因公爵不愿意回应国王的召唤 一直留在领地 已经不占据大意 而内斗只会让周边国家获利 若国家发生内乱 周围国家一定会借机声势 而卡麦因公爵不可能不懂这些 听到这里 像马突然想到之前 哈克亚给他科普的大陆知识 阿尔王国位于大陆东南部 与他国接壤的 有北方的东方各国联盟 西方的阿弥多尼亚公国 西南方的土耳基斯共和国 还有在东方隔海相望的 九同龙诸岛联盟 阿弥多尼亚以西的佣兵国家泽姆 其中无一对他国持友好态度 四个国家中立 一个国家敌对 现在正值魔王领扩张的乱世 一直以来各国间暗潮汹涌 虽然和泽姆间解除了合同关系 跟他们有所不满 但也不至于敌对的程度 但如果敌视他们的阿弥多尼亚 想要援军 泽姆也会派出佣兵帮忙 顺便报仇 其他国家也在等待他们露出破绽 反过来 如果没有 就会一直保持中立态度 之前 阿弥多尼亚给他们发过一封支援提议 表示 如果有需要 他们愿派兵协助镇压三公爵 下马相信三公爵那边也收到了一样的提议 阿弥多尼亚想要制造新王与三公爵不合 趁机扩大领土的野心 昭然入街 四季派出所谓的援兵 进入他国领土 占领几座城市 然后设情况决定支持优势方 接着再找借口 对已经占领的城市实施统治 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 以三公爵的聪明 肯定也注意到了阿弥多尼亚的阴谋 但下马想不明白 为什么在这么个节骨眼上 卡麦英公爵还有执意和他作对 小峰责怪哈尔 连卡麦英公爵想的什么都不知道 还想和他坐上同一条船 哈尔辩解 现在已经有很多贵族背离国王 在这手下投奔卡麦英公爵了 但那些基本上 都是因为不法勾当被曝光后 没收财产 因此对国王感到不满的人 卡麦英公爵庇护那些人 怎么看都是师出无名 哈尔坚信 新王那种来历不明的矛头小子 抵不过征战多年的卡麦英公爵 气得小峰大喊他错就错在这种阵支 那个人非常可怕 对军队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士兵的质量和物质 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向马才广招人才 首先解决粮食问题 小峰说到一半 突然发现了 郑主就在他眼前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你国王陛下 威福斯访来了 小峰一眼就认出了向马的身份 害怕是因为听到哈尔 大逆不道的言论来抓他的 而哈尔这个愣头青 拽得二五八万的 不仅吼了小峰让他闭嘴 他想对向马不敬 结果惨遭碍下交错人 当哈尔问出向马到底是谁时 向马一整一领 你难道忘了姑的长相吗 总算认出向马就是国王的哈尔 吓得直接钻进沙发后面 可恶 被他装到了 向马表示 自己不会因为哈尔 想要追随卡麦英公爵而责怪他 就像君主有权力召集臣子一样 臣子同样有权选择民主 但是他要清楚 如果他去追随卡麦英公爵 当向马和三公爵彻底对立 他就会和身为禁军的小峰 成为敌人 如果在战场上相见 他能朝着小峰挥剑吗 就算他不亲自动手 他的同袍也可能会夺走小峰的性命 小峰一旦遭遇危险 他也无法去拯救 他要选择的道路 今后将面临无数这样的局面 被一时的热血蒙蔽双眼 做出草率的决定之前 最好好好想清楚 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警惕帝王打感情牌 哈尔被三言两语说的当场投敌 犯后 三人在草坪上休息 丽西亚就问向马 要不要吸枕 只有爱下这个单身狗 在装睡吃狗粮 因为经常使用魔法办公 向马现在的能力升级了 能分出四个独立意识操控物体 还做出个小玩偶出来 第二天 马古纳家族的家族古雷布 带着哈尔和小峰求见 昨天听小峰说了这件事后 古雷布狠狠抽了 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一顿 今天是过来谢罪的 向马当然不打算怪罪他们 甚至还给小峰升职 让他去敬畏骑士团 卢德文团长麾下 担任参谋一职 哈尔在担任小峰的副官 向马刚想退朝 古雷布突然叫住他 说有事上报 还让他挥退左右 小峰和哈尔 却被丽西亚请去 聊聊男女关系 而在听完古雷布的汇报之后 向马陷入了沉默之中 我愿意 想请去 请不吝点赞